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思考对这个人生的看法 人总是有生有死 他怎样要看待这个生死 有听到上人的开示 人生只有使用钱 没有所有钱 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说 能做就做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今年那个音乐会 在二月底我就接到那个信息 说要在小鸡站举办大型音乐会 当时我师姐是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 可是我有说服我的师姐说 既然有活动要承担 我还是靠现在还能动的时候来陪伴传承 那就这样 顺顺利地把这个音乐会的活动给完成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 要把握当下 向师父的开示 把环绕放下 足足放下 分别放下 这样才能够快快快乐乐乐地再做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一、二、七、三、二